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992年春,在黑龙江某边垂小城,一个白静可爱的女婴出生了 她就是我们故事的主人公郑雪 郑雪的降生给全家带来了巨大的喜悦 但却让体质虚弱的母亲落下了很多病 1996年,年仅四岁的郑雪跟随母亲一起走进了法轮大法的修炼 让我们一起来听听郑雪讲述的故事 时光飞逝 如今我已经是一个28岁的大姑娘了 回首在法轮大法中走过的24年 真的感觉无比幸运,无比幸福 真、善、忍三个字 印在了我的心灵深处 贯穿在我人生的各个阶段 我的道德境界不断地升华 大法也给我和身边认同大法的亲友 带来众多的好运与福报 修炼法轮大法之前 我母亲体质特别差 自我记事开始 母亲就常年于药为伴 是街坊邻里有名的药罐子 我的父亲是一名普通工人 全家就靠他的那点微薄收入糊口 母亲治病几乎花光了家里所有的钱 日子过得十分贫寒 那是1996年入夏后的一个傍晚 母亲陪我在院子里玩 这时邻居大爷大娘 提着一个很大的老式录音机 从我家门前经过 得知他们在修炼法轮功 刚刚从炼宫典回来 他们介绍说 这功法特别好 是真正的佛家上乘修炼功法 不仅能去病健身 道德回生 还可使人反本归真 说吧 他们邀请母亲去他们家 看大法师傅的交功录像带 母亲推辞了 但他们走后 我却一直嚷着要去 不去就满地打滚哭闹 没办法 母亲就带我去了 第一次去 母亲学练了第一套功法 佛展牵手 练完之后 她觉得身体特别舒服 以往因为风湿病 后背总疼 但刚练完第一套功法 就感觉 后背不疼了 还全身轻松 有了第一次神奇的体验 此后便天天带我去邻居家学工 动作学会后 又请了大法叔转法轮 正式走入了修炼 随着修炼的不断深入 母亲真的变了一个人 所有的药都扔了 身上所有的病 不要而喻 人变得满面红光 气色特别好 大法不仅让 饱受疾病摧残的母亲 恢复了健康 也为家里省下了一大笔医药费 无病一身轻的母亲 心情舒畅了 人也有劲了 以前根本干不了任何重活 修炼后 她力气变大了很多 后来为了补贴家用 她还翻地种菜 骑自行车 驮着几十斤的菜篮子 出去卖菜 一个病泱泱的药罐子 变成了一个大力士了 那时参加集体晨练的人 很多 我每天也都起大早 跟着母亲一起去参加集体练功 以前一感冒发烧 就要去诊所打针 修炼以后 我再没打过针 没吃过药 身体非常健康 母亲身体健康后 为了补贴家用 就在家种菜出去卖 市场里很多商贩 都用调过的秤卖东西 而我妈妈卖菜 从不缺金少两 甚至每次还都多给顾客一些 那时市场附近有一个流浪汉 常年以捡垃圾为食 市场附近的人都叫她大傻子 我见她总是捡垃圾 很可怜 所以每次陪妈妈来卖菜 我都会管妈妈要五毛钱 买两个热乎乎的馒头送给她 时间久了 市场周围的那些老百姓都知道了 我给大傻子买馒头的事 都夸我 这么小的孩子真懂事 这么善良 因为从小就知道 要按照真善忍的标准做好人 上学后 我一直和同学和睦相处 大法开智开会 所以我的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而且 我在唱歌舞蹈朗诵等方面 都颇具天赋 经常获得学校各类荣誉 这样 很多同学都喜欢我 愿意和我玩 我也乐于帮助学习不好和家庭困难的同学 上小学时 班里有一个同学父母双残 家庭条件极其困难 我就号召大家 给他捐衣服和书包等学习用品 看到地上有香蕉皮 我就跑过去捡起来 放进垃圾桶 生怕同学不小心踩刀而摔跟头 同学有不会的作业来问我 我会耐心地教会他 去公园玩蹦床 老板多找给我十块钱 我发现后还给他 过年时去集市买春莲 回家发现老板多给我装了一张 我马上让爸爸陪着我 顶着三九寒冬的冷风 去三公里地外 把多的一张春莲还给了老板 我身边也有一些爱占小便宜 不诚实的同学 很庆幸 我有大法陪伴 真善忍三个字 在我心里扎了根 奠定了我的品德基础 使我真正明白了 什么是好坏 什么是善恶 上小学时 中共对大法的镇压迫害开始了 因为妈妈和姥姥都修炼 所以派出所居委会的人 不断地来我家 还把妈妈和姥姥叫去 签什么放弃修炼的保证书 不然就抓走 关进劳教所或监狱 我那时虽然还小 但也感受到了 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 作为一个最最知情 在大法中受益的我 看到师父和大法被污蔑 看着身边的同学 什么都不懂 而被谎言蒙蔽 心里非常难过 就把我母亲修炼大法受益的事 告诉我的同学们 上了初中高中后 随着年龄增长 越来越理智和清醒地 认识到了中共的流氓本质 也越来越渴望 告诉身边同学 法轮大法的真相 于是我经常利用有利条件 给身边同学讲真相 一般我都是以自己的亲身体会出发 说到母亲修炼后收益的事实 再讲真善忍是普世价值 最后再说到天安门自焚是假的 佛法修炼禁止杀生等等 因为我身边的同学都了解我 所以他们大都愿意接受真相 很多同学也退出了共青团和少先队 选择了美好的未来 高考结束 我以一本的成绩考上了大学 大学的三位室友和我非常投缘 我们彼此有爱 他们后来都明白了法轮功真相 也支持我修炼 这样我在寝室可以自由地看大法书 练功打坐 开创了很好的修炼环境 我也将大法的美好告诉他们 他们也获益匪浅 大学毕业后 生活得都很幸福 大学时期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来到了南方某城市的广播电台实习 并顺利通过了实习期 取得了工作机会 作为一个非广电科班出身的人 进入一个在全国都名列前茅的广播电台工作 这在外人看来非常不可思议 而且在北方人眼里 能进入媒体工作 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 在身边很多同学都为毕业后的生计 忙得焦头烂额之时 我已经找到了一份稳定又体面的工作 同学们都羡慕并惊诧于我的好运 我深知 这都是师父和大法赐予我的福分 现在我已经工作六年了 我始终按照大法真善忍的标准 为人处事 善待身边的人 兢兢业业的工作 最终获得了单位领导同事的认可 多次被评为优秀员工 现在我的收入在同龄人中属于高的 每月结余下来的钱补贴家里 让收入不多的父母 免去了很多后顾之忧 每次回老家 认识的街坊朋友都夸我有出息 我会真诚地告诉他们 这都是因为修炼法轮大法 按照真善忍的标准 做好人而带来的福报 我家是经常被众人羡慕的一家子 我的父母经常被外人夸 说他们有福气 养育了一对好儿女 因为在人们眼中 我很优秀 可弟弟比我更优秀 1998年冬天 弟弟出生了 当时的计划生育政策只允许生意台 所以弟弟出生后就被中共罚款 这让原本经济困难的我家 更是雪上加霜 日子虽然拮据 但因为修炼 家人都身体健康 没有生病吃药的花销 也等于间接省了钱 弟弟一出生就在修炼环境中 他从小就天资聪慧 记忆力特别好 上学后 他的学习成绩特别优秀 常年位居全年级第一名 中考时 更是以全市前二十的成绩 考入了市重点高中的重点班 高考时 更以优异的成绩 考上了国内排名前十的一所重点大学的 双一流专业 每次街坊邻里 谈起家里孩子的学习情况 都会用羡慕的语气 说起弟弟 很多父母在教育自家的孩子时 都会说你看人家某某某 在法轮大法真善忍法理的指导下 弟弟学习从来不用大人操心 也从不补课 给父母节省出很多教育支出 而且弟弟道德素养高 善良正直 乐于助人 在学校从不与人争吵 谦虚有涵养 是老师和同学眼中品学兼优的学霸 弟弟能够有如此过人的天资 真是承蒙宇宙大法的无量恩泽啊 我和我家人的真实故事 印证了大法的神奇与伟大 听众朋友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 我是雪地 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再见 感谢您的收听